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宇嘉贝店 隐身于京城23街里的小巷弄内 时宇嘉贝店的前身 原本是在网路上贩售咖啡豆与咖啡器材 偶尔在邻近的巷上市场摆摊卖咖啡 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实体店面 店内空间虽然不大 但当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 可以感受到温馨的气氛 从店内装潢到店名 是老板对于品牌和咖啡的执着 店名是取自日本公道的概念 使与日本见到中见上的羽毛 在见识中具有稳定的作用 因此期许自己抱持着震慑必中的信念 稳步前行 在每次选豆 烘焙及冲煮的过程 珍惜与咖啡和人们的互动 菜单中的咖啡也同步在店里伴售咖啡豆 还有小点心跟蛋糕可点 而我们点的是了日晒处理的哥斯大理家 以及学习的哥伦比亚还有巧克力牛奶 留着一头长发的老板 感觉不多话 泡起咖啡感觉相当专注 尽管开店已经有四至五年之久 店内的设备与环境 仍是感觉起来更新的没两样 看得出店家对自己环境与器材的爱护 在冲泡咖啡时 就可感受到咖啡的香气四溢 一瞬间就让人感觉十分疗愈 即便店内还有其他客人点餐 泡起咖啡的老板气定神仙 不急不徐 一一的把咖啡递给我们 经过日晒的哥斯大理家 喝起来果香味十足 清新香醇非常好入口 而水洗的哥伦比亚也不遑多让 果酸中带点甜味气息 浅中被喝起来相当顺口 在喝咖啡的空档我们环顾了店面 书柜上有老板的选书 有许多日本文学作品 而墙上的话似乎是定期与其他艺术家合作 时常更换不同的作品 整间咖啡店呈现非常文青的质感 若经过金明路的话 也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 这间有质感的咖啡店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再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